段子,金句,第一句,就像普京打不打胜仗,死不死伤无所谓一样,抗议损不损害经济和百姓也无所谓的,独裁者对政治权利的在乎确实超过了,全世界有普世价值观的认知,比愚蠢更愚蠢的是歌颂愚蠢。 段子,金句,第二句,他们镇压六四学生的时候,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学生,他们抓捕维权律师的时候,我沉默因为我不是律师,他们迫害调查记者的时候,我沉默我不是记者,他们镇压香港战中运动的时候,我沉默我不是香港人,现在他们来对付我了,再也没人站出来说话。 段子,金句,第三句,多么痛的领悟,疫情防控大家都受不了,有人问会不会开放呢?有人打,计划生育受不了,也搞了四十年,文革受不了,也搞了十年,文革的结束,不是因为受不了,是伟大领袖死了。